春节前夕,受喀拉昆仑边防战士之托,我们的记者专程从雪山哨卡,将这两块沉甸甸的礼物带到了北京,带到了航天城,送到英雄的航天员大队。 所以我们向航天员大队,表达队,承识的敬礼,送出最真挚的祝福。 好,谢谢。 这么专?从5175高原,5300多米的喀拉昆仑高原,敬礼。 敬礼,敬礼,在我们高原5300多米的地方是被称为离天最近的地方,我们战士在守卫的战狼的时候都特别稀盼, 看到我们的天宫从他们的头顶划过那一瞬间,所以我们之前也拍了很多他们与天宫同框的一个镜头,所以我们战士又特别富有想象力,所以专门创作了这两幅作品。 离天正确,也是离中央会战战正确的,非常感谢他们,画得挺像的。 随石头一同送达的,还有边防战士写给航天英雄们的一封信, 表达对祖国,对人民,对平凡岗位上的奋斗者,坚守者,清澈的爱。 卡拉库里的战友们,你们好,你们从海拔5320个高原送来的特殊礼物,珍贵礼物,我们已经收到。 我代表航天大队,向你们表示感谢,并致以崇高的敬意。 赛人航天精神和卡拉库里的精神,都是伟大精神普及当中的重要类估。 忠诚,忠诚,坚守,奉献,是我们共同的特质。 清澈的爱,只为中国,我们的岗位不得,却有着相同的使命。 那就是要守护好我们的国,守护好我们的家,我们的年龄不得,却有着共同的梦想。 那就是中国梦,强军梦,航天梦,这是我们共同的心声。 在新春佳节到来之际,祝愿边防上手的战友们,祝福全军的战友们,新春快乐,身体健康,合家幸福,万事如意。 航天员大队将来自雪域边关的珍贵礼物,连同我们此前播出的新闻,边防战士送给航天员的新年礼物, 一同传递给正在太空出差的三名航天员。 航天员说明你们好,我就是这幅画对作者帕鲁克。 这块石头也是我在卡拉库伦山捡的,觉得特别有意义,花了花送给你们。 虽然我们远格玩意,但却是最近对人,希望这幅德士的礼物能表达我们高原岗位最正常的祝福。 我们在卡拉库伦山,和所有人一样,为你们祝福,希望你们能立即完成任务,平安返回地球。 对! 卡拉库伦卫视,你们好。 我们是神舟十三号,飞行乘主。 在中国空间站,向你们致以崇高的敬意,丁闭。 丁闭。 在遥远的太空,收到了你们的礼物,我们非常高兴。 他若看看画,精美传神,我们都迫不及待地想回到地球后仔细地看一看。 还有那封饱含深情的信,位子督起来都十分感动。 你们在地球,追寻着我们的身影,我们在太空,注视着祖国赵美的山河。 我们现在正飞跃祖国神舟大地。 虽然我看不到你,但我知道你一定在哪里。 新春佳节就要到了,相信有很多人像我们一样坚守在各自岗位上。 正是无数频繁的坚守,汇聚成新时代中国昂扬奔进的洪流。 此刻,我们在距离地球400公里的太空,祝福我们的祖国国泰民安。 祝福各民族群众新春快乐。 清澈的爱,只为中国。 航天员们不但从太空送出了新春的祝福, 还为卡拉库伦边防战士写下一封热情良意的信, 并精心准备了一件特殊的礼物, 从太空视角拍摄的卡拉库伦的照片。 照片的作者就是执行神舟12号飞行任务的航天员汤洪波。 航天英雄与卡拉库伦卫士, 一个是为国出征,后问苍穹, 一个是清澈的爱,只为中国。 这场特殊的天地对话, 共同谱写了新时代奋斗者, 忠诚爱国,以身许国,保家卫国的十大乐章。 也让我们见证了伟大的精神, 伟大的梦想和伟大的祖国。